女生了沒 遇過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是沒有錢 然後我找他出去他就會說 我不是跟你說過沒有錢 不要找出來嗎 你要找出來約會 你不會先跟你哥借錢嗎 我再還他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根本就不會還 你還一直叫我借錢給你 所以我就發誓我人生 絕對不要再跟沒有錢的男生出去約會 氣死了 也是看人啦 看人啦 對不對 圓圓 可是我覺得就是 其實還是要看人 像我一開始我跟王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兩個真的很窮 因為那時候就是 媽媽不准我們兩個在一起 然後把我卡全部剪掉 我們那時候我們兩個人 就是一個月五千塊 我們可憐到去鹹酥雞 吃三條就是熱狗 不是三條十塊 我還要跟老闆殺價 可是我覺得 對啊 真的啊 然後就反正那時候 就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憐 我那時候還曾經 就想要把自己的包包拿出去 全部賣掉 可是後來就一直到現在 就是慢慢兩個人這樣子 相輔相成這樣互相 就是一直走來了以後 其實我覺得 你現在這個時候 看過去我會覺得 其實還蠻浪漫的 我有些回憶啦 不過問一下大東好了 這個之前經濟比較結局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交女朋友嗎 有啊 有啊 那怎麼約會呢 我以前跟我女朋友約會 都是坐公車 就是因為其實坐公車 可以到任何喜歡去的地方 然後尤其是 坐公車的時候 兩個人是覺得是 很緊密的腻在一起 那如果想睡了 就靠在對方的肩膀 我覺得那種感覺 我很...就很喜歡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 再怎麼沒有錢的生活 還是要過下去 對啊 那這個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興趣 是就算沒錢 沒錢也要堅持下去的 小豪 就跳舞吧 跳舞對不對 對 跳舞 跳舞是我 你是真的會跳還假的嗎 對啊 因為一直講跳舞 可是你一直... 來一段... 小豪光在那邊說會跳舞 跟出一張覺得 歸臉有什麼兩樣呢 趕快出來秀一下吧 漂亮喔... 快喔... 快喔... 真的會 地板 有... 好像有頭骨撞到地上的一身耶 鼓勵耶 人家沒吃飯也跳這樣 鼓勵 對不對 小豬 可以換掉了 對啊 沒有 我今天也沒吃飯 你每天九瓷肉齡的 我哪有 小豬都點頭了 所以小豪你會繼續堅持下去 對 這是我一定要堅持的 小鬼頭 小鬼弟 小鬼 小鬼 你這個小水 小鬼的弟弟 小鬼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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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興趣是 興趣現在就可能是滑板跟音樂吧 滑板有帶來嗎 沒有 今天剛好下雨 音樂有帶來嗎 因為沒有 你是哪一方面 音樂的樂器還是 想要學樂器 可是一直沒有錢去學這樣 所以一直呈現就是追求夢想 就是 你可以學三角體 一直想要去學 你知道 不花錢跟樂器 國公的供應可提 就是努力等 有多的錢再去學 現在主要就是 玩滑板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志偉的好了 志偉有因為興趣 去出國比賽過嗎 有啊 什麼 橄欖球 橄欖球 對 是橄欖球帥哥 哪一個 帥 這個嗎 你是哪一位 我被抓的那個拿錢 背對的那一位 被抓是你喔 對啊 壯 壯 還有一些工費可以花用 可以啊 可是到那邊幾乎 去那個歐洲地區的話 那台灣是補助兩萬塊 然後去亞洲是一萬 可是下來的時間不一定 大概多久呢 也不一定耶 可能過半年或是幾個月之類的 好慘喔 奇怪喔 好慘喔 不過這個最後要請這個大東 過來人 給過來人 給他們三位一些建議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棒 就是都有自己的興趣在堅持 跟夢想在堅持吧 但可能過程也許就像我這樣 就是可能希望可以成為一個畫家 或作家出書 那也許沒有那麼容易達成 但我覺得那個堅持的過程 其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都會成為你成功 未來成功那個的很棒的基石 我覺得過程是非常珍貴的 所以不要棄年 再接再厲 一定會朝夢想更進展 人因為這個貧困 他可能可以激發很多的潛能 跟創意對不對 苦過來的鄭平 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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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剛剛汪洞城講完的時候 我們這邊掌聲是稀稀落落 要拍不拍的 你講一段讓大家 就是熱血沸騰的掌聲 你那邊在... 對 當然... 鄭平 叫就長真的 不是 鄭平怎麼樣 怎麼樣也是在社會大學裡面 打過滾 對啊 給他們幾位窮困的少年一些建議 我覺得這個 你怎麼會弱破 你怎麼會弱破 愛聽才會贏 對...你注定 所以我認為 現在的苦喔 現在的苦喔 不是苦啦 那希望說你們自己 要定定一個明確的目標 朝那方向去走 千萬不要走偏掉 我認為只要你有努力 老天爺一定會幫助你們 其實我書裡面有提到 因為之前林怡辰也有鼓勵過 我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真的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怡辰那個時候 我拍戲很辛苦 然後她就跟我說 大東妳知道嗎 未經一番寒徹谷 淹得梅花 啊 蒲冰箱 蒲冰箱 然後她說我那時候還不太懂 那她就說 然後之後等到我們之後 二作劇之吻 其實拍了一年 然後等到她邁到日本去 就是很受歡迎之後我才了解 原來其實也許 你在這些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你要用樂觀的心情 那也許你就想說 只是老天爺給你的考驗 但等到你等到 撥到那個成功的果實 你會覺得那一切辛苦 都是值得的 嗯 請三文繼續加油啦 也謝謝我們的大東 謝謝 明天見 掰掰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